剛剛從威雷斯電影節展影回來的電影《親愛的》 導演陳可新攜主創趙美 黃潑和大衛等等一齊出來做宣傳 導演完至青春之後再次回歸演員身份的趙美 今次在片裏面 飾演一個先後室去兩個小朋友的農村媽咪 打扮鄉土氣農 素顏上陣 還講著一口地道的謊言 這樣的趙美查記見到都害怕 這樣的村婦還是不是當年的小燕子 我相信你們提問的記者 某些觀眾心裡有很多的反應 是因為太清楚原來的我 也注意到現在的我才知道 她是要怎麼樣 其實如果撇在之前的一些認識 單純去看演戲 可能也沒有那麼多想法 以為沒有偶像包袱 一向最接地利的黃潑 今後都對趙美這麼快下風了 我被親上隊在公安局的這些事 我都沒有看過 是後來有一次在大林家裡看 我真的是嚇到我 就是真的是太好了 其實這個哭泣真的是 男演員的一個人類 就是好羨慕照碑 好美 照碑我也之前說過這個 對 三峽大霸 這個演員我們充其量 我們做得很好 也就做到了秘密水庫 它完全是三峽大霸 太厲害了 而且她可以控制她的流速 流量 Haley這次趙美飆氣飆得很厲害 查記都覺得她的表演值32個讚 我的表演方面 不管大家怎麼評論 但我自己知道 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一個進步 是一個突破 可能以後也不一定再有機會 換到類似的決策 所以我很珍惜這一次 就是學習和成立的機會